我是陈建勇 欢迎收看建勇地产贷款培训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特别嘉宾 他的名字叫做刘勇 刘勇啊 第一次就通过了啦 哎呀 谢谢 而且人家英文程度也不是很好 但是呢 其实他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 如何能够利用看视频 提升自己的英文水平 然后通过地产考试了 那么刘勇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来自于世界上哪个区域 好的 谢谢陈老师 我来自中国大陆湖北省 那请问你是如何发现我的 我的地产执照课程 我是在YouTube 就是查地产相关信息的时候 很偶然看到的 我是这样子啊 然后你就联系 你就报名我的课程吗 我是开始的时候 我是先点开那个视频 看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这个讲课就是 我很容易听懂听明白 虽然有的时候是听不明白 但是多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还是可以接受的 比较易懂的 然后我看过几集之后 我才开始加微信联系陈老师的 好的好的 那么我先聊一下 你来美国多久了 现在有四年多了 四年多 也不是很长的时间 你来美国之前有受过英文教育吗 我在中国的话就是中学水平吧 因为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那我们现在聊一聊 你是如何学习房地产的 当时报了名之后我就拿了课本 其实课本基本上没怎么看 主要时间都在看视频 然后我就把那个视频就非常认真的看了一遍 就好比一集视频吧 十几分钟 我可能要花一个多多小时才把它能看完 因为经常说到有的地方不懂的 我要反复的听 然后还有一些不懂的英文单词啊 我要把它记下来 然后在店里面查一下 然后也要去写下来 所以这样反复反复就非常认真的把它看完 看懂一遍 然后就把视频看完 看完之后再接着看那个十七集的解题的视频 当然这非常花时间 因为你不能说随随便便就听一遍就完事了 你得把它看懂 就得反复 不停的暂停 然后又倒回去又再听 是我俩之间在微信里面有聊过天 那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你跟我讲了一句话 所以至今为止我还记得 那句话是说 我的英文还不如Justin 所以 其实 你这次能够通过 我是很为你高兴 但是 我的感觉 你看了视频之后 你的英文程度肯定提升不少 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如何看地产视频提升自己的英文水平 主要是在这个听课的过程中 像有一些单词 我举一个例子 就一个security那个单词 所以你就去谷歌security这个字 谷歌翻译吗 对对都是不对的 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意思 还有一个default 我们根本就想不到它 它是一个错误的意思 就是一个违约什么的 想不到这些 OK 请问你有得到我的教材 你是以哪个教材为主呢 主要还是以视频讲课为主 教材我几乎没怎么看 那观看视频 那视频里面的description你有看吗 有 我都有看 你是如何使用那个description里面的内容 每一集的视频我都很认真地看完之后 我又把它里面讲解的任何的东西 我都大概做了一下笔记 然后也看一下笔记 然后最主要是我几乎每天都在看 在我领考试前的一个月吧 一个多月这样子 我几乎每天在反复的就这样 不停地反复看 看视频讲解 又看题 然后又看笔记 OK 那么从您开始 你大概看了几遍 最开始 因为我是去年9月左右 才接触到陈老师 然后那时候就可能 看完一遍之后 就比较懒散了 因为这个考试时间 因为疫情的话 就是遥遥无期嘛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考试 然后呢 就可能到了今年3月份的时候 才递交了那个资料给房产局 那时候才又拿起来又认真的看 但在我领考试之前 我可能看了有三四遍 然后到了领考试之前 一个月的时候呢 就几乎就是每天不停地看了 因为我都是待业在家 也没有上班 所以我时间比较多 就是一天到晚都在看视频 看解题这些 OK 你学习房地长 那肯定有很多生智 有很多词汇 你之前没见过的 那么这些词汇 除了我有在视频给大家做讲解之外 你就在了解认识生智方面下了什么样的功夫啊 确实是要下的功夫要努力才行 因为那些生智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确实挺难的 因为你当你看到很多不懂的东西的时候 就感觉挺难 但是你要把它记下来 然后去理解它 然后就是背熟它 你每天就拿出来背 你可能背个几天之后 你慢慢熟悉之后 你就感觉到就没那么难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我的感觉词汇量啊 英语水平呢还是有点提高 哦 那很好 所以你等于说是学习看视频 学习英文的 一方面学习房地产 一方面也学习英文 对吧 对确实英文也提高了 那很好 因为呢 做房地产交易 虽然说 英文不好也可以做地产经纪人 但是假如说你把自己的英文水平提高了 对你将来从事房地产会有帮助 那么我想了解的 具体跟我们讲 我知道说你下了很大的功夫 每当你在我的视频里面 万一呢 你看到某些生智啊 我讲的没那么仔细 你自己呢 又如何去了解这些生智 你用什么方法 其实这方面也没有花太多时间 因为在讲课的时候 陈老师已经把中文的意思 都去说明白了 我最多我只是上谷歌 就查一下他的读音什么的 ok ok 那么在发音方面呢 有没有下什么功夫啊 这个也是要就是很认真的去背去记它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你看个两三遍都不一定记得住 也要反复很多遍的 ok 好的那考试之前啊 你对对于信心方面是有点动摇不是吗 这个信心嘛 在我把全部视频看完之后 我还是 就是有点迷茫 但是也有一点信心 因为我把全部视频 我确实我都看了 我自我感觉我是理解的比较熟的 因为我看的时间比较长 就反复的看的变数比较多 把考题也都看完了 所以我感觉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信心吧 所以不是很足 ok 那后来你有听我的音频吗 有 你是如何使用我的音频呢 音频也是就类似于我看视频一样 因为有的时候我就听完一句话 我再理解一下 真正理解完了我才接着再听 如果不理解的我可能会先就查一下 或者又往回倒回去又重新放 也是跟我看视频的方法是差不多的 ok 那么我们先聊一下 你在参加考试的时候 你进去里面开始回答考题的时候 一开始就有信心了吗 还是开始的时候 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点恐慌 恐慌的话倒还没有 因为我算是 只能说是头脑一片空白 但是也不恐慌也不紧张 我就点开题就慢慢的看 开始的时候 也遇到一些比较长的题 也比较难读的 然后我就把它跳过 就像其他考生讲的一样 我就按他们的办法来做 就跳过那些长的比较难的题 然后我就这样不停的跳过 就先把那些简单好做的 这些全部都给做完了 然后再回去看那些长的 就是难懂的题 ok 那前后150题 你花了多少时间把它打完 我打完了之后 我看了一下那个剩余时间 它还剩下20分钟 你打完了之后 你的感觉怎么样 在我将要打完的时候 可能再剩下最后十几题吧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已经非常好了 我感觉自己应该能通过吧 对于题目的理解方面 大概占百分之多少 你觉得你是理解了题目 应该超过百分之八十的题 我都不觉得说是完全陌生的 我都能看起来有点熟悉 都能几乎都能理解 就百分之八十的 然后我完全靠猜的题 应该再十几个题 就让我感觉非常难的 我就反复的看 那你评估一下 这150题当中 有占百分之多少 是可以从我的丛林开始 跟练习题里面 获得答案的 这个应该也在 就像我刚刚说的 应该也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OK 百分之七八十 OK 那另外呢 我私下也给你一些练习题 对吧 对对 那个题帮助很大 告诉我们一下 分享一下 我都好奇 那些题如何帮助了你 那些题如何帮助了你 因为有的题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 那厉害 OK OK 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那个 一英里等于多少尺 这个对我们 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来说 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是的 是的 对 所以有的考试也会考这种题目 你在中国大陆上过大学吗 没有 没有 我只有中学水平 OK 也不简单 OK 所以呢 其实呢 英文你付出努力的话 还是可以提升的 将来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房地产经纪人 所以呢 这一点 你要有自信 OK 那最后呢 你给我们的观众的建议是什么 正在准备考试的学生 加油 努力 OK 好的 好 感谢你 我祝你有个辉煌的房地产事业 你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去看下一集 下回见